爸爸送他一只狗 可当天儿子就把小狗杀了 他嫌狗子太吵 随后举起锤子对着尸体砸了一百多年 三十年后 父亲走进儿子房间打开柜门 一具被保鲜膜包裹的女尸 赫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父亲吓坏了 儿子杀生的毛病一点都没改 每天晚上儿子睡不着 都会拿着铁球子四处砸人脑袋 可他似乎还是觉得不过瘾 便命令手下从东南亚买来的一批劳工 供自己杀戮于乐 杀完人后 他会将死者头发精心保存 偶尔还会将尸体搬到卧室 陪自己聊天 由于哥哥很长时间没为自己提供猎物 饶太久十分不爽 他用绳子果断勒住了哥哥的脖子 随后掏出刀子 疯狂捅向了男人的肚皮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 树上只剩下了吴老二的尸体 钢太在现场发现了大量录音 资料显示 自己被杀的妻子似乎隐藏着许多秘密 而这一切都和铁球连环杀人狂有关 所有人都以为吴老二是连环杀人狂 却不知凶手另有其人 为了掩盖儿子的杀人罪责 裁罚毛太长找到警察署长 命令他停止一切对杀人案的调查 把罪名都扣在吴老二的头上 为了避免结婚生枝 署长回到总部 立刻撤掉了钢太和全九的职务 得知消息的二人 怒气冲冲地来到了署长办公室 此刻的署长正在会见一名重要客人 此人便是裁罚毛太长的儿子毛太久 当毛太久开口说话的那一刻 全九立马听出了端倪 这正是三年前杀死父亲的那个声音 也就是说 眼前帅气多金的财阀少爷 才是真正的铁球连环杀人狂 全九将这一信息告知钢太 他的眼神无比坚定 钢太彻底怒了 冲到毛太久的面前 直接抓住了对方的衣领 由于证据不足 毛太久无比嚣张 钢太掏出手枪 说啥都要崩死眼前的杀妻仇人 毛太久微微一笑 毫无据色地离开了警局 回去的路上 他一直思考着先杀哪个 想到三年前 他通过对讲机和江泉九 有过一次交流 对方的声音让他无比兴奋 毛太久瞬间有了新的计划 夜里 他迈着兴奋的步伐 手握一盒礼物 来到了全九的家门口 此时 房间里的女人清晰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 太久掏出铁球子 不停敲击着栏杆 顿感不妙的全九立马将电话打给了钢太 女人从厨房拿了把餐刀 随后一点点向门口靠近 他透过猫眼望向外面 此时的杀人狂刚好看向了里面 男人难掩激动的心情 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女人作死地打开门 可此时杀手已经不见了踪影 远处 一个系着蝴蝶结的盒子正摆在楼梯口 杀手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千军一发之际 钢太带着警察赶过来 几人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整块被害人的头皮 毛太久回到停车场 将自己的作案凶器整齐地放进了箱子 这回 他准备配钢太